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红天鹅cupcake 蛋糕做法呢比较简单 那你需要的材料呢基本就是鸡蛋 面粉 牛奶 黄油 奶油芝士 等等 一会我想起来什么我再说 好 现在开始做吧 首先呢我们先一个准备一个空碗 然后呢 准备一个室温的黄油 然后呢就把黄油切成小块 这边切好的黄油呢 我们用一个这样的小铲子 按碎了 怎么在按碎了呢就是给它按平 这样呢一会比较容易混合 我们需要四个室温的鸡蛋 然后呢我们再切一点点柠檬 柠檬呢是为了去掉蛋腥味 然后呢我们再加一点点牛奶 那我准备两个碗 这两个碗基本呢这边是做湿一点的材料 这边呢是干一点的材料 最后呢我们会干湿混合 基本就先随便搅一搅 反正最后是要扔到搅拌机里一起去的 差不多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呢我们混合干的材料 那我准备了大概一一cup的低筋面粉 然后呢我们再加一些可可粉 然后呢我们再加一些盐和糖 那糖的口味呢根据你的口味而定 我觉得这些差不多够 这些干料准备好呢就给它搅拌均匀 好现在呢我们就把所有东西扔到搅拌机里去 先把干的放到搅拌机 然后那搅拌机这一种勾的呢是用来和面的 那一般我们做饼干做甜品做cupcake呢 要换成这样子 接下来呢我们要加一些食用的色素进去 就是红色的 因为这个是红片鹅蛋糕了 所以要加红色的 那说说我们现在在封城呢 其实也没有封啦 就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能出门 但是比如说你想出门 买生活地区品啊药品啊 或者是有几些事情 一定要出门的话还是可以的 那今天上午呢我有去超市 去看一下这边超市对于限购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那一般像牛奶啊或者是手指啊这一类的 可能每人会有限购一到两个 然后像马铃薯就是土豆 这一种大家比较喜欢囤的东西呢 每个人可能是限购10磅 然后像是水呢一般来说就是 哦好多色素 一般来说就是每个人限购一箱这样 所以还是买得到的 那价钱呢有一点点上涨 但是也没有涨得非常的离谱 然后具体呢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会结束 反正各种各样的传言有说到四月份呢 有说到六月份呢 还有说到八月份呢 然后呢就是现在很多必要的企业 还有再继续运营比如说比如说银行啊超市啊 还有那种做外卖的餐饮啊 然后像我们地产类的过户公司 是有在上班的 那我们现在是用WFH的方式上班 是什么呢就是work from home 就是在家来工作 那在家来工作呢除了有一点点不方便 有一点点无聊之外呢 其实也不会太影响进度了 只不过目前是这样 就是怕将来如果过段时间 如果银行关闭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交易 不过目前还好的 然后就是许多银行现在有在营业 但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就是 营业时间要短一些 早一点下班 然后贷款公司呢现在还有做 大的贷款公司呢基本都有 但是听说就是小的一些贷款公司 小的银行可能是要调整他们的营业时间了 反正目前知道的信息呢就是这样 那LA County呢现在已经下令封城了 城县呢过段时间应该也会封 河滨县呢还没有消息 所以还在等待 因为Garon呢昨天晚上也有下令说 要是呼吁市民stay at home 为了大家健康 为了防止疫情的传播嘛 然后就是呢如果小伙伴一定要出门的话 那就要戴好口罩戴好手套 虽然我们这边政府不呼吁戴口罩 那其实因为我们的supply不全 口罩不够多 所以他们希望把这个supply 留给更加需要的人 比如说重症患者呀还有医护人员等等 那如果你没有这些呢 出门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人与人之间 保持六尺的距离 一米八的那个距离吧 就是比如说Pasco这种店 你要是去买东西的话 Cashier那边呢跟平时会有一个区别 就是说他前面会有一个line 就是你的第二 你在结账的人跟第二个人 中间的位置大概是 大概是我觉得没有到六尺啊 但是是有一段距离的 他可能是为了防止疾病的传播 但是很可笑的是 第二个人在这个line后面等着 但在他之后的呢还是大排成 所以在那一块呢其实没有做到防护的 就只是在凯士尔的这一块做到防护的 那其实我很担心 如果是凯士尔感染的话就很可怕 因为他跟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嘛 所以这个大家出去购物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防护 烤箱已经预热好了 就是刚才我在video刚开始的时候 有预热350度 然后我们现在吃的基本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烤cupcake的烤盆 里面摆上这个cupcake的烘盆 配置 对 做蛋糕呢其实是一个很治愈的那个过程 比如说缓解你的压力啊 或者是想着做蛋糕可以吃甜品的那种放松的心情 那是需要一定的耐心时间跟精力的 那最近呢我也因为疫情和工作的关系 变得有一点点急躁 所以希望可以多做一些甜品 回到以前那种比较安逸的时光 可以安慰一下自己的情绪 好这个 这个红梅纸其实可以用那种很漂亮的那种小纸杯 那我今天家里没有 就先不用了 就先用这个 好那这个呢需要烤大概10度到20分钟 350华氏度 在等cupcake烤的过程中呢我们就要来做上面的frosting 就是奶油 那这个奶油呢它跟鲜奶油不一样 不是打发的那种鲜奶油 而是用黄油和糖粉一起做成的 那现在黄油呢已经化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先切 先切几小块黄油 然后加一块cream cheese 然后我们再放一点点香草精 然后我们再放一点点香草精 然后现在呢我们要放一些糖粉进去 放糖粉当然是味道那么点甜啊 然后呢我们准备一个裱花袋 然后找一个裱花嘴 那这样把裱花嘴拿出来 那这样把裱花嘴拿出来 然后折叠一下 放到一个比较高一点的杯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奶油放到里面来备用 好那现在我们的cupcake烤好了 我们一起把它拿出来了 可以闻到那个cupcake的香味 那我们的cupcake烤好了 来看一看 好那这边呢是我一会准备要用的奶油 这边呢是我在等待放凉的蛋糕 那现在先聊一下吧 那这个疫情呢搞得大家紧张兮兮的 然后每天的病例呢也都在增加 而且增加的还挺多的 那洛杉矶这边呢是几天 其实就翻了几倍 其实还有点吓人 但是我上网去查了一下 其实这个病症大家也不用那么的害怕 因为调查显示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呢 他的身体素质 身体状况很好 他都会不用借助药物 这样就会康复了 所以大家呢要对自己对家人保持有信心 出门呢做好防护 要勤洗手 然后要注意个人卫生 不要去人太多的地方 不要无辜的聚集 那这样的话呢相信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度过这个难关的 那当然啦在家跟家人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是最好的 不如借着这个时机就多享受一下难得有的小假期 跟家人在一块搭搭牌啊 看看电视啊 然后做做蛋糕啊 吃吃下午茶呀 或者做一些美食啊 喝点小酒啊 或者是追追连续剧 都可以看一下来享受一下轻松的时光是不是 所以呢让我们时刻抱有正能量的心 一起期待并进快点过去 好了让我们看一看这个蛋糕 他现在还是有点温温的 但我觉得可以了 我们的秘密武器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给我点赞 我是Mina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来我们看看 第一层也很好看 じゃ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